好,欢迎大家收看,我是叶小熙 今集会看的就是Walford第24首练习曲 这首练习曲是练习的?就是练上弓的staccato 可能我们一开始学staccato的时候 先生会让我们试试给多点力 然后拉,然后放松,然后这样 但当我们要连续做一些staccato 譬如这首歌这样连续四下 或者应该连续五下的staccato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用那么多力 因为用那么多力 虽然出来的都是staccato 但这种staccato是不好听 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连续几下爽一点的音 是不需要那么硬的 第二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用很少弓 上半弓或者甚至弓尖 去拉完这几下的staccato 千万不要让弓去到中弓 更不要去到下半弓 或者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在中弓开始 一定要是在弓尖 然后用上半弓的一半 去拉这几个音 如果你一去到中弓或者下半弓的时候 那些音色就会很粗 你是要拎减很多力 是很难一气苛成的去拉 是很难一气苛成的去拉 食指和手指弓给点力 然后停顿 你听到那些声音是不硬的 所以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第一样 不用用那么多力 一开始拉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浪费了那两拍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没有利用那两拍 去帮我们准备 之后第三拍的四个Semi Quaver 很多人是会这样拉 一二 当我们没有利用那两拍 去算Semi Quaver 的时候那些Semi Quaver 要么就早 要么就辞出 然后又会赶 如果我们想这些Semi Quaver 是准时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个两拍 那里用Semi Quaver去算 一 一 如果你的心里面 或者你好像我这样 真的数出声的话 那你第三拍的四个Semi Quaver 一定会准时 不会快不会慢 我再做多一次 一 一二三四 一 一 一二三四 即是如果你有数一二三四的话 你很难会拉成这样的 一二三四 我们其实就是想 我们很有意识去数 这个Semi Quaver的速度 而模型中你是在练着右手 什么时候给多少力 他不会早了给力 或者是中间不平均 或者最初的时候不平均 但是如果你有意识去数Semi Quaver 你慢慢的四个Semi Quaver 就会 就会和你的心里面一样 最怕是你不懂认识 你没有认识 这一样 如果你是拉乐团的话 你看到有一些长的拍子 一拍半三拍 反正你都没有东西 试一下 用之后的节奏去帮你认识 可能之后的节奏是三连音 或者譬如在这首练习曲 之后的节奏是Semi Quaver 那你试一下 在后面的节奏 进来前的一两拍 试一下Subdivide 之后的节奏就会很准 而且不会快 不会慢 再做一次 我们说用上半弓 对不对 但是用上半弓 我们只有半弓 其实是不够的 只有半弓 去拉三个Quaver 或者够了 但是好像很逼着 好像被人觉得我们不够功 那怎么办呢 如果可以的话 试试看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我做些什么 我就是在第二个小节的第一个Quaver 我是 我没有被子弓停在条弦上 我是继续上 而这一下我的右手是放松的 一二三 一二三 上弓的那个感觉 然后让手去到下半弓这个位置 才去拉第二个小节的第二个quaver 所以第四这件事就是不要再重复 不要让弓停留在条弦上面 当然你那个落弓要控制得很好 你的右手要柔软 不可以让弓停留在条弦上 你看到我手指手腕是放松的 还有很近条弦 不要那么高 当然也需要曼练 你要知道如何配合和时间 不可以用太多时间去做这个 所有这些动作是要在半拍 在一个拍子里面做出来